每一个家都少不了爱,每一个生命的到来都是因为爱。 可宝儿在一岁的时候父母就离了婚,宝儿妈只能独自抚养女儿长大。 虽然宝儿生活在单亲的家庭中,但她依然乐观地生活。 她是一个懂事可爱的孩子,本以为这样的生活会一直持续下去,可没想到意外的事情发生了。 宝儿在幼儿园排练舞蹈时突然晕倒,紧接着就被迅速送往了医院。 经过医生的检查,宝儿得了恶性肿瘤,最多只剩下三个月的时间了。 宝儿妈听到这个消息,直接就晕了过去,她根本想象不到女儿会得这种病,她接受不了这个事实。 于是她托宝儿的姨父联系外国的专家,看看能不能医治这种病。 但很可惜,最终结果还是一样,顿时宝儿妈就崩溃了,她怎么也想不到女儿这么小就得了这样的病。 她恨不得让肿瘤长在自己的身上,都不想让女儿去受这种罪。 看见病肠上的女儿,她忍不住流下了眼泪,可懂事的宝儿还安慰着妈妈。 妈妈,你别哭。 当小姨问她还有什么愿望时,宝儿就说她有三个愿望。 第一个愿望是希望能上小学。 宝儿妈哭着说,不刚上小学,还要上初中,上高中,上大学,还能当博士。 宝儿第二个愿望就是想见爸爸一面,因为他从小就没有得到过父爱,他也想跟其他小朋友一样,有妈妈的爱,也有爸爸的爱。 第三个愿望就是去山区看看那些小伙伴们。 以前他们经常去贫困山区捐一些学习用品,那里的孩子学习条件差,但他们每个人都很淳朴,他们都非常珍惜学习的机会。 宝儿和他们相处的时候就像是一家人一样。 其实宝儿以前还有一个愿望,那就是在这里建一所希望小学,只是还没等他长大就生了重病,这个愿望他不知道还能不能实现了。 宝儿想见爸爸,可妈妈却不想再见到那个曾经抛弃他们的男人。 但宝儿的小姨却想在宝儿最后三个月的时间里,满足他所有的愿望。 他们的谈话恰巧让宝儿听见了。 护士姐姐,我是不是只能活三个月了? 护士犹豫了一下说,不,不是的,宝儿才五岁,这无疑是给他多么大的打击。 宝儿看见妈妈为了他伤心时,他决定默默地接受命运的安排,因为他不想让妈妈更加为他担心。 他的乖巧和懂事,也深受老师和同学们的喜爱,大家都想折一千只千只贺,希望宝儿能好起来。 孩子们的纯真也打动了老师,他们都希望宝儿能回到这个大家庭里。 可通过医生的再次检查,宝儿的生命已时日无多,还让尽快帮宝儿实现愿望。 宝儿妈崩溃了,她接受不了这个事实,她跪在大雨里,恳求老天爷把女儿还给他。 她只有这么一个女儿,如果没了宝儿,她该怎么办呢? 回到家,她考虑再三,为了完成女儿的愿望,她硬着头皮给宝儿的爸爸打了电话。 没想到,隔天宝儿爸就来到了医院。 宝儿面对这个男人,却感到格外的陌生,可最后,她还是叫了一声。 宝儿爸也知道,这些年委屈他们娘俩了。 她深知自己对不起女儿,对不起这个家,她更想不到,再次见面会是这样的方式。 女儿并没有怪她,可她知道,自己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。 她现在唯一能做的,也只有在女儿最后的时间里,好好陪她度过每一天,以弥补这些年来对女儿缺失的父爱。 她们还一起去幼儿园,看小朋友们表演节目。 宝儿是多么希望和其他小朋友一样,在自己爸爸妈妈的陪伴下快乐长大。 她问爸爸, 爸爸,我真的会死吗?如果我死了,以后妈妈一个人肯定会很伤心的。 爸爸也只能安慰她,宝儿会好的,等好了就带你去迪士尼玩。 可宝儿却想把去迪士尼玩的费用省下来,把她捐给那些山区的小朋友们卖学习用品。 宝儿的善良让爸爸自愧不如,她也后悔当年,抛弃了他们母女俩,独自离去。 而宝儿现在才刚刚知道,有父爱的子伟,她不想离开这个世界,她更舍不得妈妈。 此时妈妈的心都快碎了,母女二人紧紧相拥,哭得泣不成声,真希望上天能眷顾这个苦命的小女孩。 宝儿妈每天都陪在女儿的病床边,讲故事哄她入睡,然后自己再趴在床边休息一下。 清晨,外面下起了大雨,病重的宝儿却担心山区的那些孩子们,因为他们的教室很破,她怕小伙伴们会被淋湿。 妈妈告诉她,不用担心,因为姨父在山区盖了一座新学校,过几天就带她去看看。 宝儿爸每天风雨无阻,都会来医院看望女儿,她想要做一个好父亲,看见女儿的脸色越来越难看,她的心里揪心得疼。 她还把要去迪士尼的钱,让女儿交给那些山区的孩子们。 宝儿是多么渴望,一家三口能这样一直生活下去。 她才五岁,今后的路还很长,她又怎么会舍得离开呢? 老师和同学们也舍不得宝儿的离开,都忍不住流下了泪水。 宝儿告诉爸爸妈妈,如果有来世,还做一家人,还和妈妈拉钩约定好,她让妈妈不要再哭。 再哭,就不是一个漂亮的妈妈了。 宝儿还有最后一个愿望。 所有人都泪如雨下,你能想象,一个只有五岁的小女孩,能有这么伟大的想法吗? 宝儿想在最后的时间里,去山区新建好的学校上一次课,让她和那些小伙伴们告别。 他们行驶在去山区学校的路上,这一次却感觉是那么的漫长。 看见新学校的那一刻,宝儿又聊去了一个愿望。 新教室宽敞又明亮,同学们都纷纷献上了自己折的千纸贺。 因为凑够一千个,就可以许一个愿望,而他们现在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,那就是希望宝儿的病可以好起来。 为了不让宝儿妈伤心,同学们都喊了她一声,妈妈。 他们都想做宝儿妈的孩子,因为他们都是一家人。 他们都舍不得宝儿,可宝儿最后还是倒在了妈妈的怀里,永远地闭上了眼睛。 那个曾经活泼可爱的小女孩再也回不来了,她曾是妈妈唯一的依靠,没想到她先去了另一个世界,希望那个世界没有病痛。 最后,为了纪念宝儿,学校改名为郑宝儿希望小学,希望把宝儿的精神传递下去。 而宝儿妈成为了这里的老师,她是同学们都是自己的孩子,她看见孩子们就仿佛看见了女儿一般。 她想把一生多奉献给山区里的孩子们,也希望更多的人加入志愿者的队伍,给孩子们带来更多的希望,照亮孩子们光明的前程,让他们都能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。 因为孩子不仅是家庭的希望,也是祖国的花朵。 孩子是我们的未来,希望孩子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,做一个充满正能量的人,为祖国社会做贡献,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。 让我们的世界都充满爱,每个人都献出一份爱心,我们的世界将会更加美好。 感谢您观看本期视频,欢迎评论区留言,我们下期,不见不散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